陳淑莊議員 主席,我只是講一個題目,就是郊野公園 郊野公園講到可加可減 我真是希望地鐵加價,有加無減機制 我真是老實講 我告訴你,你搞到郊野公園就真是可大可小 我簡直覺得政府貪得無厭 之前就搞陸化大 今天的表,我有看文件的 附件F,就講二十五幅有潛力的土地 很多都寫著Green Belt,即是綠化大 其中一個,主席,十六十七就最好顯示他什麼叫貪得無厭 十六十七就是馬鞍山 位置正正在馬鞍山郊野公園隔離 拿完郊野公園隔離的綠化大不夠 還要貪得郊野公園 好了,當那些人問特首 為何你不搞這個叫粉嶺哥爾夫球場 施政報告後,主席 我覺得特首是思覺失調還是精神分裂 他回答你什麼? 他回答市民說 哥爾夫球場可以給公眾使用 然後有很多樹齡有幾十年的大樹 基於香港保育樹木的政策 所以如果要先發展綠地 都要撞樹 你發展郊野公園不用撞樹 現在郊野公園沒有樹 你發展郊野公園 你不去搞這個哥爾夫球場 你去搞這個郊野公園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我還有 我真的覺得越來越有趣 就是你綠化大 剛才說了馬鞍山郊野公園 第十六、十七塊地 還有金道那塊地 你就要拿香港仔郊野公園 隔離那塊地又拿去換 又是綠化大 然後你就說生態價值沒有那麼高 加上很難用得到要思考 還說要環保部門去交名單 今早說的主席 你可能在開會前也聽到 不知道在開會後你們有沒有說 我真的很想說 你自己不搞 然後叫環保部門去交名單 我真的覺得誇張得很離譜 貪得無厭的主席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接著還要說六比一的比例 怎麼比的 他說交野公園和房屋要六比一 我想問一下怎麼比 除了房屋之外 你算不算商業用地 你說七個percent 你不如叫GFA 主席 我現在請處理發展局局長回應 麻煩 我想他不是要求的六比一 他只是講講事實 局長你們回答 主席 特首所提出 都是希望我們面對土地供應 其實歸根究竟問題就是土地供應短缺 所以特首就覺得 我們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他提出的要求 部門之間予以跟進的工作 這個是大家見到 我們希望大家是一個理性的思考 理性的討論 主席 雖然剛才也動了氣 不過我跟處理局局長說 其實我們很理性的就是等你那個棕地 是不是 你現在棕地報告就是在研究中 你研究都未研究完 就叫我們開始想這個郊野公園 你覺得現在這個有多理性呢 主席 或者給我一點時間 我講一講關於棕地方面 其實棕地方面 其實我們的工作一直在跟進 其實大家見到 洪水橋的發展 其實主要包含了一百九十公頃的棕地 過去幾年裡頭 我們一直在做規劃的工作 而跟進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也展開了兩個研究 那你棕地有多少呢 局長 棕地我們在今年年中 我們規劃處的同時 會展開一個全港的棕地調查 讓我們知道它的分佈和作業的情況 是甚麼和行業 那我們希望 就可以在明年年底的時候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詳細羅列 關於棕地現時的情況 多謝主席 姚思榮議員